这一集想说一下到底去除一些生寿绩 这些不是电导,这些是电导 电导后,例如单车那些 出现了生寿 这些生寿其实很容易处理 但我现在讲这个案例就是一些电导 好像这些是电导的 要懂得分,如果是油漆就不可以 要用锡纸捲成一球,濕水 有很多一点点的电导生寿绩 因为刚才我弄到半老才开机 想想,拍给大家看怎样弄走电导 缩低一些 我一剪过了,我不剪片 因为这些很简单的东西,不太复杂 表面看到有些电导生寿绩 任何锡纸 要用锡纸捲成一球 濕水,然后在表面搓 一定要濕水 很轻力的 你只要用锡纸捲成一球 它有些瘦就不见了 当然这不是永久的 要它不要再生瘦的方法 但的确是很有用 你当同现在就闪亮亮了 有时的东西是差一点点的 你抹一抹和不抹就差很远 现在就弄了 整个表面就弄了 这些手作东西 拿着锡纸 拿着锡纸周围搓 搓完之后用干布抹它 它又可以保存很久 看看有什么位置 没有 其实就是 好像这些 这里这个位置就顽固一些 它顽固的 但你搓不完的 就搓得多少 但整体来说 搓一搓 搓一搓 你可以换了一张锡纸 又拿着另一件来用 所有这些电道位 越湿水 轻轻地贴着它 它会把表面的瘦都弄走 那单车呢 譬如单车有些电道 即是开手扶手的电道柄 你也可以的 但油漆就不行 胎翼也不行 只是电道而已 简单的讲解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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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